彭希,九代族人守护清大连帝张鹏和父子牧三百余年。 四川新闻网穗宁3月28日讯,记者,赵全军,摄影报道,清明临近原本偏僻,寒称的张鹏和牧迎来全国多的族人的拜见很多时候, 为记败者带路和送行的,是守护人张青摩张青摩,今年68岁是张鹏和嫡系第九代孙三百多年前, 张青摩的先祖从鹏西县黑白沟,迁往铜南区小路镇,岳山村开始为清代,天下连历,无处其右, 的张鹏和父子守护张鹏和船下的连结为官,敦厚为人,家训影响着包括张鹏和在内的一代代族人清明, 前全国张氏族人继扫先祖墓,张鹏和父子墓由张鹏和本人,及其父张朗两人的墓葬组成该墓葬位于重庆市, 铜南区小渡镇岳山村墓葬规模和形制简陋,与川东地区普通百姓家墓葬无异,设对父子墓葬的前面。 是清雍镇十七所立墓碑坟坟盈周边,既没有青石地板,铺成的祭拜平台, 和以前也没有可攻祭拜的香罗岳山村,是铜南区一处偏僻乡村这里毗邻彭西县金桥镇, 距张鹏和老家黑白沟,有十里水路,如今岳山村内, 仍有一千多名村民居住,村民全部都姓张岳山村位置偏僻, 少有外人涉赌,只剩每年清明前后,有不少外力人前来祭祷。 让小山村热闹一下张青摩说,每年清明和年关前,都有许多让士族人来此拜, 也有些侍从辽宁、山东、江苏和贵州等的赶来的张青摩, 不仅仅是张鹏和嫡系第九代孙从2017年起的, 有了个全新的身份张鹏和父子墓葬的文物守护人。 在这之前张鹏和父子墓,是由村中的张胜华老人看管, 去年初张胜华老人随子女搬往重庆城区居住。 张鹏和的墓是由米湖,石灰和黄泥混合后, 构筑而称墓室和墓壁,都很坚固,不易被外力摧毁。 由于墓周边杂草丛生有高大杂墓遮蔽若无村民带路外人, 无法找到所以村民们普遍认为,不会有人来盗墓。 但事实并非如此,张氏父子墓葬曾两次惨遭到墓贼光顾的浩劫十多年前的一天当地村民发现张鹏和墓顶部, 赫然出现一个倒洞。 据张亲摸回忆倒洞外形,类似于墓底直径, 约70公分洞深约2米有村民,站在倒洞外观察, 发现墓内一片漆黑,透着洞口的微弱阳光照射可看见墓内的地面呈黑色但再无其他其他陪葬物随后村民用泥土填平了倒洞环。 有村民后来曾在墓边捡到过一只瓦罐,因不确定瓦罐来源, 碎成了张狼的坟罪。 近一次被盗事件发生在2016年,由于盗墓贼爬出墓葬时, 已是清晨被村民发现后仓皇逃窜匆忙尖将墓主的仪, 古仍在墓边后来村民同样用石头和泥土重新堆砌墓葬, 为妨再有类似盗墓,事件发生便有更多村民习惯性的上山刊管两具墓葬, 因为我们都心张不能让盗墓贼偷走藤宗仙人的陪葬财物, 村民说出其代为守墓的初中近年来。 随着各地政府不断深入挖掘连正文化内涵张鹏和的墓葬自然成为当地政府打造和保护的重点, 据同南区小渡镇纪委书记腾中介绍, 今年三月同南区政府就成功,想将张鹏和墓和月山村张氏祠堂打造成为连正文化教育基地通过修缮张氏, 父子的墓葬进最大可能恢复清代祠堂的原貌, 目前当地的文史专家正加级收集,考证相关文化史料。 家族后人为清廉仙人守墓, 三百余代今年八十二岁的张清廉曾主持编转过现代版的蜀中长, 氏族谱去老人说,为张鹏和父子守墓, 可追溯至康熙年间, 在蜀中守满张氏族谱, 曾就有两封张鹏和写给家人的家书, 曾对张氏族人守墓事宜, 进行了安排清查, 正这两封家书是张鹏和六十一岁时级一七零九年, 于北京做官时写给蜀中的家人。 而张氏族谱, 实录了两封书系, 索云茂文看守月山词木茂的看两河口词木令茂宗董礼聚照一行, 张清廉说, 张鹏和写信, 时正值清书人口, 大前一大批湖南湖北人口迁入四川墓, 慌他时刻牵挂老家祖坟和后人的生存安危, 便命令张氏家族老二房的侄子前, 往岳山村守护父亲张廊的墓, 张鹏和在两封家信, 中著名守墓人的职责。 不允许楚人湖南湖北迁入户, 毁坏践踏祖坟不许后人变卖祖坟周边的土地, 同时还叮嘱守墓人可耕仲先祖墓董周边的土地边写, 于光绪九年张氏族谱的记载显示, 在张鹏和父子墓周边曾建有一座祠堂, 祠堂前有四十亩水填, 二十亩, 汉地均属张氏家族的祖产而守墓人通过耕仲这些土地, 可保证其家人和后世的生计。